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红准还救不救得起来呢 BBU的题材还是在发热发酵当中 AES股价大涨创波段新高 分盘处置却挡不住涨势 但是目前的买盘已经开始扩散到 包括莱德集团像莱宝 今天强势攻上了涨停板 以及像天宇 长元科 这些小股票未来会不会有机会接棒喷出呢 神达的股价金金涨一路涨到今天 那会不会要暂时休息告一个段落呢 空手的人跌到哪里可以进场呢 新AI 老AI还有哪一些低位阶的股票 能够复制神达的模式 欧陷期货运价看涨 那么长龙的股价有没有机会呢 在农历年前直奔法人的最新目标价 杨明 万海有没有机会发动落后补涨行情 关心AI股 关心航运股 以及关心大盘核实能反共的朋友 锁定我们的节目就对了 请到YT搜寻股市权威成威良 我的YouTube频道请大家一定要订阅起来 也欢迎大家多多的转分享 看影片的同时也请记得顺手帮我按个赞 每一个站都是我们一起集气 为行情加油打气 也为自己的财富带来更强的一份力量 好 今天就是台子期货的结算日 我想不论在本周一周二甚至上个星期 我都提到外资它势必是会压低结算 那今天果不其然 行情虽然早上是开了平高盘 不过不久之后就翻黑震荡 那中长是下跌160点 相对是压低作收 收在今天的低点附近 所以我说虽然外资的空单 从历史最高5.1万口 近几日当然它有一些 回补的动作出现 但是这个水位仍然是不容轻忽的 那我们怎么去看待明天过后的行情 我们怎么样去解读外资的期货空单水位 好 今天温阳老师呢 带给大家一个蛮重要 也可以说是独家的观点 好 那到昨天为止 外资的期货空单仍然是超过4.1万口 那当然今天结算过后的转仓 也就非常重要了 好 那后续呢 我们会暂定以4万口 当作一个所谓的红线 警戒线 如果外资的期货空单仍然是超过4万口 而且呢是递增的 那对于指数 我想短线上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 那反之呢 我认为如果外资的空单 能够逐步的回补递减退回到4万口以下 那基本上呢 这个短线的危机警报 应该就可以正式解除 好 当然这些想法 我想各位应该也都有概念 可是呢 我今天要补充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观察 要跟各位谈谈 你认为现在两万多点的台股 过去的很多思考逻辑 或者是呢 你对于很多指标 它的参考的数据 需不需要调整 简单来说呢 当大盘指数从1万点 double翻倍涨到2万点以后 很多的数据需不需要有新的解读 比如说什么叫做融资水位过高 比如说什么叫做呢 单日或单周的成交量爆量 我想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呢 行情的分析 当然它需要呢 有客观的数据来佐证 可是这些数据 它是会随时空背景不同 而有动态调整 如果连指数都已经从1万 double翻倍到2万 那你在看外资的期货水位 一定要有呢 对于新数据的解读力 那简单来说呢 当大盘指数在1万多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外资即便是空单 不论它是看坏或者是避险 大概常态性呢 它就是一个2万多口的水准 有时候甚至会攀高到3万口 不过那是少数时间 但基本上常态就2万口 那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当大盘来到了2万多点以后 那原本外资的2万口空单 需不需要对应增加到4万口 应该要吧 而且各位可以发现 红色是台股的加全指数 那我现在所画的这个地方 就是2万点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清楚地比较出来 只要是在2万点以上 外资几乎 几乎它随时都是持有空单的 再画一次 只要是在2万点以上 外资它几乎都是持有空单的 因为随着指数越长越高 外资的避险的需求 自然会越强 因此以后很少会再有机会看到 外资在台子期会做多单 那至于空单多少较高 多少较低 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够退回到 4万口以下 那已经表示外资它其实并没有看坏行情 所以你也不要因为 将来如果空单是3万8 3万9千口就非常紧张 那4万口是一个警戒线 但是我认为这个所谓的空单 水位的增减方向会更为重要 那我们今天先来谈一档股票 就是红准 红准呢 哇 发生什么事情 昨天还抢抢棍 但今天开低走低 中午过后锁住跌停板了 那爆出了17.7万张的巨量 那当然从新闻从消息 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是红海卖了红准 只可惜 这整个上午大家都在讨论的新闻 我发现好像有一些重点被多数人忽略了 怎么说呢 首先 早上就马上有一个客户问我说 那红海卖红准 所以它有处分利益 那大概是2.03亿元 那这样子我们要不要去加码红海 我跟各位说 这2.03亿对你我来讲 哇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 对红海来说 轻如一根头发 它今年前三季的获利就超过了1300亿元 所以卖红准的股票进补了2亿 占多少呢 0.019% 是不是跟头发一样轻 所以看不看好红海 或要不要加码红海是一回事 但不会是因为它卖出红准的股票 反而更重要的第二个重点是 既然这一笔所谓的实现的财务利益 对红海其实根本不重要 那它为什么要卖红准 我们可不可以合理的怀疑就好 怀疑 红海认为红准涨到这个位置 是高估了 不再便宜了 这个逻辑我希望大家想一想 不是因为红海没赚钱 需要靠业外来美化自己 也不是因为卖了这一笔之后 EPS可以大爆增 都不是 那我只能从红准的角度来看了 是不是红准涨到这里 九十几块接近一百 有点被高估 那我们看 它从八号开始卖的 八号就是现在游标所指的位置 卖到昨天为止 我只能说红海不愧是 最懂红准的富爸爸 他卖的位置 是谁看了都觉得厉害跟佩服的 那虽然今天有蛮多媒体 整理了红准 接下来的利多题材 看好了理由等等 我只跟我客户讲一句话 我说十个外人夸奖你 十句话 抵不过 只要爸爸说你一句真没出席 是不是有够难过的 是不是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要因为看到那些 利多题材 今天下去捞底捡红准 还是你要相信 红海卖出红准 是有一些背后 他的考量 再来第三个重点 真的都没有人跟你们讲 你们都没有怀疑过 红海卖红准 为什么不用事先公告 为什么 因为他很聪明 红海不是卖出他自己直接持有的红准 如果是他一定要事先申报 他是透过什么 旗下的投资公司保兴 来卖红准 那保兴因为他并不是红准的 持股10%以上的股东 所以他不必事先申报 这个就是悬外之音 悬外之音 因此我跟各位讲 不要再拍桌子会吓到人 冷静跟各位讲 所以虽然红准 因为隶属于红海集团 跨入一冷散热 让大家对他原本有很高的期望 但是昨天的法说会 其实也让这个期望 好像被泼了一桶冷水 最快要到明年下半年 才有可能看到营收贡献 所以大家要记得 我讲做梦行情 可以去看一些题材 你可以有一些想象力 但是还是要逐梦踏实 不过至少 我个人是非常敬佩红准 实话实说 这是好公司 没话说 那再来我们就来看 讲到做梦题材 BBU仍然很热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个星期四这一篇新闻 你们还记不记得 散热股泰塑 媒体报导说它打入了 挥达GB200供应链 其中有两段重点 我把它标示出来 旗下的BBU散热器 也有望打入 有望 大家 国文应该不会不OK吧 有望的意思是什么 打入了没 你自己想一想 打入了没 再来呢 这边讲到 BBU散热器将会 是客户需要进行 测试认证与出货 那换句话说 出货了没 还没 那至少测试了没 他说是客户需要 再去做测试 所以讲了半天 BBU有贡献吗 我认为 影子都看不到 那影子都看不到 当天这个消息 出来的时候 股价可是呢 跳空涨停板的 这里 跳空涨停板 隔一天呢 开盘再涨停 但是呢 经过了三天四天以后 各位看 只要去买的人 是赚钱还是赔钱 股价如果真的 有那么好的爆发力 它不应该还在这里 鬼混不是吗 现在只是等 看谁是下一个 会耐不住冲动 进去追高的人 那我们再看今天 最新的 BBU概念股出现了 天语 攜手 长元科 要攻 BBU市场 那当然今天的股价呢 又是涨停板了 又是涨停板 那这个就是呢 接力赛的故事嘛 不过呢 在看今天的涨停板之前 我们要不要 先来看一下 最近很夯的 3323加百域 BBU电池 受惠股 那今天的股价 重挫 昨天是让你呢 一副好像想买买不到 但我教过各位很多次了 昨天你不要说 他早早就关门 锁死涨停 昨天的成交量 有一万多张 是相对大量哦 所以这种锁掌停的手法 都是呢 虚挂一堆尾买 让大家以为买不到 其实背地里呢 倒是调节了不少 那再来呢 6558性能高 昨天也是一早 掌停锁死 但今天呢 如果你没有跑得快一点 没有比隔日冲大户的 手脚快的话 今天直接吞跌停板 那今天的跌停板 比昨天的开盘价 都还要低得多了 所以呢 刘昌的人就套牢了 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 那最新的BBU概念股 可以买吗 天宇 长元科 我觉得不管它是不是BBU啦 各位真的愿意做功课的话 你上网查一下 不论是西盛 性能高 加百域 天宇 长元科 你可以查查他们过去几年 公司转型了几次 转了又转 转了又转 这是不是像台股里面的蟑螂 很会转弯 很会转型 但是转型了老半天之后呢 你再去看看 这几年以来 有没有缴出一张 可以让你按赞的成绩单 所以我们喜欢做梦行情 我们期待做梦行情 可是呢 这个梦不是不着边际的 那如果你能够冷静分辨 所谓的题材真伪 如果你能够呢 善加运用手中的每一分资金 尤其在已经有持股表现不佳 或套牢的前提下 手上所剩下的每一块钱 它都是格外重要的 那千万不要呢 在整个波段趋势行情 要大爆发之前 你已经呢 用尽了所有资金 正所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和死的距离 而是呢 行情即将大爆发 可是你已经没有钱 只留下呢 满手套的股票 解决问题刻不容缓 今天就开始 跟进我们的脚步 权威声友会 召集所有全国投资朋友 只要你真正的 有想成为赢家的企图心 只是你找不到方法 只是你容易被消息 新闻题材 影响了你的判断 威阳老师教了你这么多 我更想要的是 你给自己一个机会 让我直接带着你 把握这个行情的机会 那我们呢 从现在开始 直接提供资讯给大家 而且呢 我们的期间 可以呢 帮各位直接挪后到 明年再起算 也就是说呢 年底前还有一个半月 我直接来服务大家 加入我们的行列 先从手机拿出来 扫描 或者是加入我的LINE帐号 小老鼠 STOCK888 AT STOCK888 休息一下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会来继续请教 微量老师 欢迎回到股市权威 再把时间交给微量老师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神达成为11月以来 最火热最强势的AI领头羊 那今天呢 股价先创高之后呢 再下跌翻黑 以小跌作收 那这里呢 客观来讲 当然短线急涨 追高一定有风险 所以我昨天节目有讲到 要嘛你减量操作 要嘛你就呢 把策略改为短打为主 那但是如果以波段的角度来看 神达是一档呢 其实不止今年 过去两年都没有什么涨到的股票 那周K线来说 都还没有出现过 一根真正的爆量反转黑K 通常一个长期打底 发动波段行情的个股 至少它会在周K 收黑之后 才出现第一次的波段高点 那当然拉回过后 都还有机会走出呢 N字型的第二波 但是我们现在先讲 波段的第一波就好 所以透过神达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年底到了 你要多留意哪些个股呢 位阶低 那么有机会呢 酝酿出爆发的行情 最近的AI呢 因为被美超为的事件 受到一些压抑或冲击 不过既然这个危机呢 至少只停留在美超为本身 而且呢 已经呢 暂缓延后下市 那么相关的个股 不论是转单受惠股 甚至原本被点名的 一些美超为供应链股票 我觉得都有机会呢 做出平反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谓的老AI的部分 各位都要看日线 周线都可以 那我们举例来看 2383台光点 铜箔基板的领头大哥 是不是够低了 水冷的3324双红 从创高以后拉回达底 也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 6805富士达 这是间距导轨 以及所谓的这个折叠手机的轴承 那股价的部分呢 目前呢 也已经回测完毕了半年线 第一档KT黄金交叉 那还有呢 之前提到2376季家 第三季的财报不漂亮 但是那是因为呢 一次性的汇损 第四季反而渴望回冲 那近期呢 事实上放大一点来看 财报所反映出来的利空低点 它也没有再下去了 也慢慢地稳住 所以呢 列举这些股票 都是呢 所谓大家口中的老AI 旧AI 不过他们都是真正好AI 我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是好AI 好 那我们最近跟大家提到 货柜呢 进入到传统的旺季 不论是到北美线的 或欧洲线的 基本上呢 12月到隔年初 都是呢 一波旺季 那旺季 大家就会去看呢 运价走势 好 一个有趣的问题来了 你操作货柜股 一定知道要去看运价 不过呢 运价跟股价 哪一个是领先指标 哪一个是领先指标 如果你想不出答案的话 来 借我你的眼睛 我们看呢 蓝色这是长龙的股价 这个就是在疫情期间 所创下的巅峰 那红色的部分则是SCFI运价 所以是不是长龙股价 建高 过了好一阵子以后 运价才建高 这一波也是一样 基本上低点也是一样 那不过补充说明 这个股价的部分 是没有还原它的减资的 所以还原之后 我们提到长龙的股价 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所以一档股票 时间拉长来看 它终究一定是要去反映 基本面的真实力 竞争力 长龙能创新高 让所有即便以前 买在最高点的水手们 都赚钱了 加上股息你是赚钱的 但是如果去买进 所谓的跟进补涨的 万海 阳明 短线可能可以冲冲热 但是现在离解套还早 所以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威阳老师 要花时间心力 跟各位讲 老AI也好 新AI也好 重点是你要买好AI BBU为什么我跟各位强调的是 你要看真正竞争力比较强的 比方说AES 今天还在创新高 顺达今天也在创新高 但也许你短线上面 喜欢看到涨停板 要去拼加百域 性能高 西胜 太硕 但是相信我 你要从那些过度投机的 个股身上赚到大钱 真的是难之又难 就算有涨停板 你敢买多吗 适合买多吗 所以现阶段不要急 趋势的大行情就要来了 行情可能会迟到 但绝对不会不到 重点是 你手上所剩下的每一分资金 要搭配策略 要掌握节奏 更要买在对的股票身上 钱要用在刀口上 有任何的问题 温阳老师来协助您 小老鼠STOCK888 这是我唯一的官方账号 现在加入绝对来一集 我们从明年再开始起算会期 今年以前都由我来买单 祝大家操作的损失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国赛所推介分析的 各表价证券 没有不同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请供参考 都在引导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 并且是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